高頌鳳山城這裡的區域 有一塊一點二八公頃的國有財產局 南區分屬土地 公開招標租給廠商 來設置太陽能的光電 引發地方反彈 居民擔心噪音 健康 還有日光的反射 拉起白布條抗議 要求核准開發的市府撤回決議 把當地改為複合式的制紅池公園 來解決淹水問題 居民拉起白布條抗議廠商 將在這片一點二八公頃的國有地上 興建太陽能光電 居民憂心太陽能板折射日光 影響生活 更煩惱噪音健康問題 里長說國有地位於窄象旁 離民宅相當近 尤其廠商租約通過後 沒有告知任何人相當不尊重地方 希望核准開發的金發局撤銷計畫 他跟國有財產局成租的這一塊地二十年 他一切都是合法 那我也有請他說那里民有很多疑慮 那希望他來開說明會 那他也很強制說他就是合法 所以他沒有來開說明會的必要 國有財產局南區分屬表示土地過去是軍用 軍方確認不使用後才在兩年前公告招標設置 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 廠商標得後向市府申請開發使用 也沒有被否決 但後續市府若認定不宜開發 可撤銷或廢止核准計畫 南區分屬會依規定終止契約 也願意無償撥用土地給市府做公眾使用 記者王庭孟昭全高雄報導